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在内蒙支援的时候 开场的朋友 双侧的慢性中耳炎 骨膜是呈现一个穿孔的状态 两侧的外耳道都有真菌 内侧相对少一点 这侧反对右侧少一点 左侧的真菌是这种大片状的真菌 那么在耳内镜下把这种片状的真菌清理掉 这种很厚的这种夹 已经皮肤粘着的非常紧密 在内镜下可以对外耳道有个很好的保护 如果用右脸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底下这血管吧 这个皮肤的非常的薄 皮肤下这个血管也非常的明显 这个勾针力量稍微一大 为什么有的人一说掏耳朵 有力量稍微大就出血 感觉很害怕 以为把什么骨膜什么掏坏了 自己掏耳朵 除非有人撞你 除非有人说 你拿着外耳勺子或者什么 别人突然撞一下你的胳膊肘 那你身往里插 那有可能会痛破 一般情况下 就是自己去掏耳朵 很少有可能会把骨膜掏破 因为接触到骨膜以后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多数 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说 把外耳道的这个皮肤损伤了 外耳道的这个皮肤的血管破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血管的这个走行啊 非常的明显 因为这个内镜系统啊 跟我在北京的不一样啊 它一个便携式的 所以它这个窗口 视频窗口啊 要小一点啊 而且随身带的这个 随身带的这个视频的编辑啊 也跟在北京的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要 画面要稍微小一点 条件有限啊 条件有限 咱们主要看这个过程 只好看过程 那骨膜上一个大传口 这种清理完了 还是局部啊 使用这个抗真菌的软膏 就可以了 一会儿 这个这一侧呢 真菌相对少一点 在这个骨膜的表面有两团 两团这个真菌丛 那么想从侧面把这个真菌片呢 稍微的清理一下 但是非常的薄啊 太薄了 这个再强硬清理就容易破了 那就把这些大块的弄拿掉 郁郁匆匆 真菌毛 剩下的就通过打药就可以了 像这种这么大窗孔的这个骨膜啊 自己用药确实比较麻烦 这个孔很大 这个棉签有的时候 可能直接能捅到这个孔里头去 如果是那个银银碗 我传统上人用上的那个 银银碗的那种细棉签啊 有可能直接就捅到那个孔里去 要打进去啊 这个打的应该是 还是佩尔苏嘛 比较常用的 这是这周五的啊 病例争取下周五啊 下周五回来看一下 好这是商都的一个小朋友啊 他们本院的啊 本院的一个义务人员的孩子啊 耳朵里的这个块比较多啊 其实我当时清理这个 倒不是为了要把这东西拿出来啊 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这个中耳的基因 因为小孩打呼噜比较厉害 那儿童们打呼噜本身 如果说呼吸声连续还好说啊 如果有呼吸暂停憋气 那个对儿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同期啊 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这个 专闭性中耳炎 就是中耳的基因 小朋友还是比较紧张啊 小朋友还是比较紧张啊 妈妈扶着他啊 把这个耳朵稍微嵌拉一下 他一个丁寧块啊 整个贴在里边 如果用成年人 我可能会用钱的勾字直接取 小孩 这个丁寧块紧贴近骨膜表面 操作很危险 所以用信息啊 用这种小型的啊 小型的这种信息管给他吸水 这个靠大人按是按不住的啊 那家长只是起到一个 把他的耳朵稍微嵌拉一下啊 因为孩子在躲闪的过程当中啊 靠家长这么 头浮是根本浮住的 因为这里边空间极窄啊 稍微动一下 这个器械就有可能 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啊 到这儿就是屏住呼吸 把这些骨膜表面的碎渣子啊 清理掉 再往后 这个孩子就不让动了 就开始哭了 口质还有一点啊 小姑娘已经开始大鼻涕大乐的出来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